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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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像在海南海口 海南岛最大的城市 也是目前全国备受瞩目的滨海城市 因为现在海南岛在打造世界上 最大的贸易实验区 其实海口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如果是从表面看的话 似乎以内陆其他省会城市差一些 但实际上海口的美比较内敛 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发现细细的品味的 虽然它没有二地三亚的名气那么大 但是它这里的环境往往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 如果说三亚是一个美丽 真棒热情的沙滩女郎 那么海口则是一个内敛成本的老先生 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选定的 中国第一个世界健康城市的实验点 我现在位置是在万绿园 这一片全部是湿地公园 有一千多亩鸟语花香的 看天空一点雾霾都没有 一点污染都没有 好难好难 很多人来到海南或者海口很轻易的给海南下定论 说这里的人慵懒或者是悠闲的 但不要认为他们是老土落后不时进取 我们都知道海南岛的太阳大而且独 是问下在勤劳的人在这样的晒的太阳下又能干多少活呢 所以说我们常常看到这里的本地人要么就是早早起来干活 要么就是太阳西下了才去干活 大排天中午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休息的 这也导致很多外地人误认以为这里的人很懒 其实这里始终是一个踏实接地气的生活城市 大家觉得呢 这边是海南省的省政府 然后这边是日月广场免税店 但是我感觉这个免税店设计的有点失败吧 比较分散 没有形成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我觉得海口应该是全国绿化环境最好的省会城市了 而且是没有质疑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底气呢 第一因为海南岛是距离四道最近的省嘛 太阳热烈 所以也造就这里的树木种植繁多 第一个功能当然是遮阴嘛 第二就是防台风 特别是这里的椰子树啊 在别的省会基本上是见不到的 试问下你见过多少城市的绿化带是比城市的道路还宽敞的呢 那边是海航集团的总部 这边这条是活性大道 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的好与坏 不是看高楼数量的多与少 而是要看生活在这里的群众 切切实实的幸福感 高楼大厦再多经济机率发展的再高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 除了面子上的一点虚荣之外 还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大家说是吧 海南或者海口虽然经济发展比不上内地的一些城市 但环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 是有切身相关的 我发现在本岛的人很少像内地省份那样 年轻点的就外出打工 这里很多的年轻人哪怕他拿的工资再少一些 也不愿意远离自己的故乡 或许可能是隔着一条穷州海峡嘛 毕竟进进出出非常的不方便 大家说是吧 海口它也是我们全国所有省会城市当中 面积最小的一位 是仅有的三个沿海省会之一 因为海南岛是经济特区是流岛嘛 所以这里基本上是接近零工业污染的 空气环境好 GDP低又如何呢 蓝天碧海青山绿水的宜居环境 就是金山银山是吧 城市建筑也不用紧绿化而且是很漂亮的 特别是这里的绿化树种啊 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样 有种不一样的美吧 车辆好像是在公园里面行走一样的 踏浪天涯寻梦海角 这里是椰城海南海口 海南的省会城市啊 那行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为了温度值得来的 就是 för一样的 城市的宜居 为了温度值得来的 主持人的宜居 都能够尽在这些地方 有点准备 这是我们的树内